昨天夜晚 孟加拉一艘载有20人的船只 在首都达卡附近水域突然沉没 目前已经造成4人遇难 路透社报道 沉船事件发生在达卡附近的 布里亚干加河水域 根据最新消息 船上大约8名乘客获救 当中3人情况危急 消防官员透露 事发当时 船只已经靠近岸边 不料突然沉没 搜救团队相信 大部分乘客都游上岸了 截至目前 搜救队伍还在用手电筒 扫试河面搜寻失踪乘客 一名可能是遇难乘客的母亲 敦促当局将船只打捞上岸 孟加拉境内有很多条河流 船运是当地主要交通之一 由于不少船只年久失修 加上超载 恶劣天气等等因素 当地时常发生沉船事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